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雪恶城》故事 今天跟大家讲讲《唐世凤月》 通常妓女给予很多人的感觉都是逢长作庆 不知道道德为何物 但其实当年在香港 曾经出现一个恰恰相反的妻女子 她的名字叫做嫂娥 她记载,嫂娥生得容貌非常丝丽 父姓温文异雅,可以说是人见人爱 她的面上有一粒小黑字 让人的感觉更有无微感 素娥对待客人,不论是生客或是熟客 都面面俱缘 一律都音声世气,和爱害亲 从来都不因为自己是红派阿姑而懒了 她经常说自己不幸轮落青楼 结果要认识别人的生涯 人客有一块钱,就有资格叫你陪他喝 就是你窥视任何人的面色 你凭什么条件和别人摆款呢? 素娥出生小巷之家,嫁给前侍 但前侍看药多病,素娥要多番照顾 最终都弱石无力,杀手陈环 素娥当年其实才只有18岁 她老爷奶奶都叫她改嫁 但因为她老公死得早 想尽考度照顾两老 那没办法啦 唯有痛定思动,决定黑尽考度 但因为家中两老都已经连老多病 不堪爽脂之痛,很快都成学西去 然而留下素娥独自照顾两个幼童 所以她二嬸就劝她不如下海,卖肉,养家了 其实当时有亲人问过素娥 为什么不改嫁? 甚至乎跟素娥说 生活困苦,确实能人所不能,值得敬佩 据我所知,你的家姑都为你感到很难过 如果你愿意再嫁,她也相信不会反对 她表面上当然不能表示赞同 或逼你这样做 但实际上,她也不想辜负你的青春 为什么你不想多一步 假如嫁得住好人家 人家会容许你和家姑继续来往 或者按月资助她 那不是好过现在的情况吗? 素娥就回覆她了 我不肯改嫁,就是因为处境太差 试想一下她一个老人家,体弱多病 姑仔和叔仔都很小,笑不耕时 我又怎样忍心放下她呢? 眼见她们沦落到家散人亡的境地 我宁愿出去打工 侍奉她,而养天年 或者叔仔可以自立了 我才走啦 世界上虽然有好人家同情我的处境 但身为寡妇,地位已经不够兴向了 还要加上这些负担条件 强加人家的负担 要善养你前夫的妈妈和弟妹 男人起初喜欢你的时候 可能随口都会答应你 但不出一年就会后悔 那到时,叫我听不听她说话好呢? 信从就对不住家姑 力增就会影响夫妻感情 难道又要因为家姑再改家多次吗?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 素娥其实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孩 而她卖身的原因 都绝对是逼不得已 不知你又会不会同情她的故事呢?